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讲了无数场了这样子 那想请克明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你自己过去演讲的经验当中 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呢 这个心得分享做了很多 那当然了 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学到说 你要做心得分享的时候 那一定里面要多讲故事 那为什么要多讲故事 因为你在心得分享的时候 你就是要跟你的听众 彼此之间要产生共鸣 要有互动 那以前有人讲说梁启超 这个清朝末年 年过初年梁启超 所以梁启超先生演讲的时候 他能够使听众哭 能够使听众笑 听到哭听到笑 那这个当然就说 我当然没有找到说 梁启超先生过去的 就演讲的录音带了 不像其实西方有很多 过去名人 你如果上网的话 他们都有演讲的音频可以听 但是呢 我们的说法是讲说 说你演讲的人要哭 听众才会哭 你演讲的人要笑 听众才会笑 那你演讲的人要感叹 那听众才会感叹 但是你想想看 通常我们做演讲 都是在论理 说理 说理呢 基本上就是论说文 论说文 没有那么多的情绪的 那这时候 你如果只论说而没有情绪 那这时候听众就不能够被你感动 不能够跟你随着你情绪起伏 那怎么办 所以你必须在里面参加故事 就必须参加故事 那你在故事里面呢 你演故事里面那个角色的人呢 你就可以笑 你就可以哭 你就可以拍桌子 你就可以什么 那这时候 你就牵动到了听众的情绪 所以这个是 我们把本来一个非常枯燥的 一个论说的演讲 把它里面加进各种不同的小故事 在适当的地方加进小故事 然后呢 去哭 去笑 去拍桌子 去怒 带动听众的情绪 那这个就在你的 这个本来会一个很平淡的 我们讲说monologue 这种就是说 这个没有什么变化的这种演讲里面 就带进了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 你甚至我们不要讲说演讲的 在谈判里面 我们也可以丢进小故事 对不对 你在谈判里面丢进小故事 我就曾经在我的这个谈判课里面 跟我们同学分享 是 好 你今天我们在谈判里面 其实你都有 对方听了会高兴的事 对 都有对方听了会不高兴的事 对 所以你在谈判的时候 你就会讲到说 说现在我有几件事要跟你分享 说有好消息 也有坏消息 那你要先听好消息 还是听坏消息 对不对 我们通常都会这样讲 对 好 那就有这么一个故事了 就是说北美洲 是 这个冬天天气酷寒 所以这个印第安人的部落 这个酋长 就把他的这个族人 通通召集起来 所以今年的天气 非常非常的寒冷 那我这儿呢 有消息要跟大家宣布 那有好消息 对 也有坏消息 那大家要听好消息先 还是坏消息 那我们这些族人就说 酋长 我们还是都先听 坏消息 好 那说好 那就先听坏消息 是 他说坏消息是说 说今年天气这么寒冷 而且持续这么久 所以我们粮食全部都吃光了 怎么办呢 现在我们部落里面 所能够剩下来 唯一能够还能够吃的东西 就是牛粪了 就是buffalo shit 就是牛粪 说这是坏消息 那大家就说 这是坏消息的之后 跟这个酋长报告 那什么是好消息呢 酋长说好 前面的是坏消息 说现在我们只剩下了 这个野牛粪了 但是好像是野牛粪很多 这个好消息 所以你想看 你今天如果在任何时候 你要跟你的对手 要讲有好消息 有坏消息 你就先把这样的一个故事 先讲出来 那这个就让你那个 你的表达非常生动 对 对不对 刚刚这个故事 也确实是蛮好笑的 对 那所以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要晓得就是 如果平常你花时间收集的话 你会去收集到很多 就是说在不同的节骨眼 不同的时间点 可以跟别人分享的故事 那那个就会让你的 跟别人的沟通交流 或是心得分享 会变得有趣得多了 对 因为不同的故事 有适合不同的情境来讲 对不对 那有时候如果你初次见面 然后要跟大家第一次认识 可能也需要一些故事来润滑 好像刚刚柯明哥讲的这个谈判 谈判的过程当中 如果讲的故事的话 大家好像彼此距离 也稍微有点拉近的感觉 对啊 这个非常棒 那这个好像在 因为我们过去啊 过去几集 我们都在探讨说 我们东方人的这个观念怎么样 西方人观念怎么样 可是说故事这件事情 其实东西方都并进的 对不对 西方人也在说故事的 我们讲说说故事的重要 对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你去看一个战争片 不管是古装的还是现代的 对 其实那个领军的将领啊 在开战 扶晓攻击之前 通常都会对他的士兵讲一番话 那个其实就是演讲 那也就是讲故事 就是要激励大家 对 那我们其实讲说 会讲故事的 我们过去讲说美国总统雷根 那边好多年前 大家都说 他是个很优秀的 great communicator 他就是很会讲故事 对 对吧 他就很会讲 而他讲故事的时候 他会开自己的玩笑 所以这个大家觉得更欢迎 那我们今天 这个在我们台湾 过去这几年 那有很多领导人 就是说 说到最后不受大家欢迎 那大家都会只是说 说他就是不会讲故事 他所有的东西 就是平铺直序的跟你讲道理 对 他其实不会讲故事 他吸引不了你 那其实在西方来讲 在职场上来讲的话 西方有管理书籍 列出了一个CEO 所以应该有的22个人格特质 其中里面一个 就是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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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如果你去看今天 看任何的西方管理书籍 要说你要怎么沟通 或要跟人家 怎么去心得分享的话 其实一定是告诉你说 在演讲的里面 要多塞故事 对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 这个觉得说 的确 如果真的你要去演讲 用起来的话 是 讲故事是最有效 而且在演讲当中 像刚刚克敏哥提到政治人物 如果他很会说故事的一个人 这个反而 不管每个人都一样 如果他是一个 很会说故事的人 是不是代表 他在群众上面来讲 这个魅力又稍微多一点了 对不对 那当然了 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就是说 你说故事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把 对你故事内容的诠释权 交给你的对方 所以你并不是 你并不是强加在他身上 对不对 今天如果我们 我们做一个正宁的宣导 我们就这样宣导 其实人家听起来 你就是要我接受你的立场 你的立场很清楚 你讲出来 但是今天你以一个 故事的方式来呈现的话 在感觉上 他就觉得说 说权势的主打电 在他手上 那个感觉是比较好的 是没有错 就像刚刚那个 我其实脑中浮现一个画面 就是那个 很多西洋的战争片 开始之前 像柯明哥刚刚讲 可能主帅会 先跟大家讲个故事 就是当我过去年幼的时候 怎么样怎么样 敌人怎么样怎么样 对待我 大家听完之后 同仇敌凯 感同身受 然后就代杀身 于是呢 这个大士气就很高昂 我想也是这个道理 讲故事的好处 就在这边了 好 那再来呢 哇 今天的怎么能少得了 柯明哥的古文时间呢 是不是 接下来这一段 也要麻烦柯明哥 这个有夫子的感觉 帮我们来解说一下了 这个我必须要讲 当我们去看西方书籍的时候 西方书籍里面都讲说 演讲要讲故事 对 沟通要讲故事 对 但是呢 我真的也花了九年二虎之力 在我们的经典里面 我也找到这样 找到这样 所以在这呢 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 好 这个格言连壁 这本书里面 讲他说 他说理以心得为经 理就是道理 道理以心得为经 经要的经 对 故当成浅 不然耳边口头耳 对 事以典故为句 事情事实 以典故为句 故当搏洽 不然 一说杜撰也 这个就是呢 说事情 要以典故为句 所以你要知道 很多很多的典故 对 那不然的话呢 你讲他的东西啊 就是瞎掰 在编故事 就在编故事 所以这个呢 是在我们中国经典里面 不常见的 但是呢 也同样是在 跟西方现代的 这个 这些管理学讲一样 对 就是说 说你要多讲故事 你要多讲故事 而且要引经据典 而且要引经据典 对 不然会变成 你是瞎掰的 或者是说书人 这样的感觉 对 那你 当然你今天讲故事 讲典故的时候 所有的历史 其实都是你典故的来源 对 那你当然讲的 就比你今天讲说 你说什么 什么小明啦 小王啦 你有真正的有人 对 这个 这个名 有人 有物 有地 那这个 大家听起来 就更觉得生理其境 这个事实的基础 比较稳一点 实际上很多现在电影 都是真实事件 改编 翻拍 大家看起来格外有感觉 因为 这些事情 原来是真实发生过的 然后呢 引经据典 来拿到说故事 这样子 好 可是 克敏哥 可是有些人 他们就是 比较有障碍一点 他们不太会说故事 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 我觉得说 不会说故事 人不必气馁 对 其实 天下所有的事 其实都是从 都是可以学习的 是 那么 你人有没有魅力 是可以学习的 对 你人会不会骑脚搭车 是学习的 那你人会不会讲故事 对 也是学习的 也是学习的 我个人认为讲说 其实 心得分享 除了内容之外 对 内容 当然是你要言之有物 那是真正要 道神圣贤的道理 就像我 你自己如果在外面 做新的分享 我会认为说 内容要讲 道神圣贤的道理 那是放诸 四孩儿接准的道理 但是在表达的方式上 对 那其实是个 show business 是 是个 是个演绎的技巧 对 那你必须用讲故事 你必须用你的手势 用你的音调 来吸引到 听众的注意 那这个就靠很多的 在你还没有存熟之前 就靠你的演练 对 我们讲说排演 对不对 一直等到说 你能够练到 说 就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的话 这个从开始 当然在念中学的时候 我们也参加演讲比赛 对不对 那后来 然后十多年前 进入经典的圈子里面之后 那也出去做新的分享 然后再现 那最早的时候呢 是站在一个讲台后面讲 对 对不对 那这个十几年下来 现在 我们可以像 这个美国人家 高科技产品发表一样 我们不必站在台子后面 我们可以在台子上走着讲 是的 那我们也可以走到 听众席里面去讲 对 那然后还可以一边讲故事 那这个说实在 没有别的诀窍 对 就是你要从一个 不会讲故事的人 你要从一个 你要站在讲台后面的人 你要不断的往前走 往前用新的方式 然后去练习 去练习 然后最后 你就可以做到 像刚刚克明哥讲到 讲故事 可不是只有你 这个嘴巴上说出来一样 包含你的音调 手势 然后还有你整个人的 这个表情 情绪 神态等等 其实都在说故事的 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你在说故事的时候 像我自己 我在做这个经典分享的时候 如果说故事 我喜欢那种 说故事里面的人 他是有比较 情绪表现 但有情绪的表现的时候 根本你也会跟着演出来 我就可以拍桌子 对不对 那你今天 今天你在演讲的时候 如果这个心得分享的人 他用手大力的拍的 走的 一下 那其实所有的听众的情绪 就会为这个手牵动 对不对 那所以你在讲故事的那段时候 其实你是在演东西 那我也要跟主持人分享 就是像到了我现在的年龄 如果我想说 如果再回到20岁 我要做什么 我觉得做演艺人员蛮不错的 这倒是跌破我的眼镜 为什么 出乎我的意义 你通常一个人 你一辈子 大概你换 也许换两三个行业 是 对不对 也许就一个行业重要 就是说你的人生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变化 演艺人员 他每部电影里面 也扮演不同的角色 对 那今天 演别人的故事 那今天你 要 你不是演艺人员 但是你要怎么样 你可以在人生里面 扮演不同的角色 就是在说故事的时候 你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 对不对 今天当你平常的时候 你说 我学习经典 所以我不能够骂人的 我不能够表示出 很情绪化的 但是在说故事的时候 你如果故事里面那个角色 是这样一个人 你就可以了 对 对不对 那个不是你 所以说故事 是让你自己 在演讲或心得分享的时候 让你自己做那件事 比较有趣的事情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 克明哥你真的想当演艺人员 没有啦 讲故事就好了 讲故事就好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 知名的这个电影导演 杨德常常曾经说过 就是你 如果看电影的话 你如果是一个 喜欢看电影的人 你可以感受到 可以把你的人生的 长度延长三倍 那不管是 看故事 说故事也好 你都是在经历过 别人在经历 曾经经经历过的这些事情 那让你的生命的宽度 也可以稍微变宽一点点 眼界也变开阔了 那一方面 你在跟别人讲的时候呢 听的人也可以感受到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宽度 我觉得蛮棒的 对啊 那么 就是说故事 这个这件事情 克明哥是不是也要因地质疑 对不对 那当然啊 我想 我想如果今天 你跟别人沟通的话 对 其实都一定是要看 对象是谁 什么场合 什么地方 对 那说故事 当然也是要 也是要因地质疑 对不对 也是要因地质疑 在好的时机 说一个适当的故事 适当的故事 那当然也不能说 从头到尾 一直在讲故事 人家可能会觉得 有点物理看花这样 好啦 说故事的这个技巧呢 欢迎大家再去多多练习 这个只要 勤加练习呢 大家也可以说的 一口好故事 那 今天呢 节目也差不多 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 那我们就 下次再见咯 穿越古今上班咯 我们下次见 穿越古今上班咯 是由文化部影视局 补助播出 透过古人直闯智慧 让你上班 有意思 假论 风之后 终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